你这个漂亮的舞蹈背后 一个是你的努力 我觉得离不开爸爸妈妈的陪伴 和对你的支持 是吧 妈妈今天陪你来的是吗 好 咱把妈妈请上来吧 来吧 来吧 来 有请我们明秀的母亲 欢迎您 主持人好 明秀说小时候 你教她学说话挺严厉的 摸着您喉咙 就是发生成这个震动学说话的 当时好像我们那里有 就要学说话那种材料 按照她的方法 就是怎么教她 那个绕口令 咱们儿歌 还叫绕背 背腾丝 还有阿欧欧这样的方法去教她 不然的话她真的不会说话 你只能自己教 然后一直明秀上的都是 普通小学 普通中学是吗 对 都是正常人的学校 那在学校里听不清 受委屈回家跟你讲吗 幼儿园的时候 不是小朋友都要 月月儿童节到了嘛 只要去表演 但是他们就叫明秀嘛 就坐在那个角落里 不让她去参加那个表演 有一天嘛 她就是放学回家 就说妈妈 这个我也想去上台表演 月月儿童节 但是他们老是不让我去 我好想去啊 那时候我很心酸的 想让开 哎呀 我女儿真可惜啊 有时候去跳广场舞 她一跳 人家都看她跳得那么好 我想想看 我女儿听听不好 难道就不如他们吗 我说你有机会上台的 我说我们去学跳舞吧 说不定有到一个学校 叫你去上台表演了 没想到一跳就坚持下来了 还跳得那么好啊 没想到小时候 她一跳她就跳得挺好的 老师还叫她前面零舞 跳了这么多年 为什么没选择走这个专业呢 去上个专业的学校 杭州那边有一小 我们跳得好嘛 我们都进去了 但是她都要文化课 都要考的呀 但是她读书的时候 听力不好嘛 就是文化课那个 纱角 但是你要进去的话 你等文化课 也要考进去的 但你跳舞进去了 文化课又进不去 那只能淘汰 对吧 哎呀 挺可惜啊 那文化课补一补呢 补一补 后来我们就是那个 就是老师看她跳得好 就是她去北五那边 去进修了一段时间 北京舞蹈学院进修了 对 所以后来开始就找工作了 得先生活 先赚钱 是吧 找了什么样的工作呢 第一次找工作 课文号 然后的话就是 我去表演 拍写评 叫我 就小明秀 这个短视频里的 粉丝多吗 原来有104万 下家掉了 因为她没有更新了 这个团队解散 哦 团队解散了 等于之前是明秀 找了这么一份工作 对 老板 老板坚持不下去了 那再换一家公司呢 换一家国际院 没有国际院 去做特殊人群 发明的一个统一号 那也有很多这个 特殊人群 就是我们这些 残障的文艺群体啊 你可以加入他们啊 残障人士的文艺群体 你有试过吗 我在参加艺术团里面待过 在那边学过 现种观音 学过那个跳舞 我是那里的舞蹈演员 那边没有进去画 因为那边的工资特别低 一个月是一些话节左右 其实现在明秀最发愁的 对 我们特殊人群的话 不是很容易找到工作 对对对 个人的感情生活呢 这么大的姑娘 应该谈恋爱了吧 谈恋爱了没有呀 没有结婚了 结婚了都 我老公是正常人 她是东北呀 东北的 在杭州生活啊 在杭州工作 好